大湾区的这一夜 六公主彻底撕碎了那一流量明星的遮羞布 为了庆祝香港回归26周年 2023大湾区音乐晚会 在香港精彩畅想 晚会嘉宾的阵容堪比春晚 集聚了两岸三地上百位明星 然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随着直播一开始 难听和假唱就直接挂上了热搜 是的 你没有看错 这两个热搜都是由内地歌手贡献的 华晨宇被粉丝誉为是华语乐坛的神 也不知道是何德何能 竟然比李克勤 留得华都先出场 然而一首大地差点没把观众当场送走 回头有一群不色的少年 轻轻松松的走远 不知道哪几天 在相见 回头有一群不色的少年 轻轻松松的走远 不知道哪几天 在相见 是说怀念必顽 可这气息不稳 甚至各种颤抖的唱法 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 网友们纷纷批评 这是最难听的版本 不过华晨宇没唱绝命疯癫曲 已经算是给大陆人一个面子了 要不然估计整个香港都会被笑到睡不着 不仅如此 就令一只被认为是实力歌手的谭维维 应是把好好的刀剑如梦 改成了刀剑噩梦 虽说能理解你想推广琴枪的心情 但是咱能不能不要去改这些经典曲目 并且还改得面目全非 一股子闪细微 说好听点是创新 说难听点就是乱七八糟 周华剑版的这才是真正的刀剑如梦 听完瞬间就舒服多了 同样改变的还有长之类 他带来的是邓里军金血串烧 这直接都快把邓里军给唱活了 六公主更是直接切到广告上去 原来官方也忍不下去的时候 就连出道多年都稳居C位的李玉春 也在这场晚会上彻底翻了车 一首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虽然旋律经典 但是这破音走音却让人难以相信 当年他是怎么拿到冠军的 相比之下演员出身的肖战 唱的都要比这些所谓的专业歌手好上许多 而晚会的最后 最终还是靠着周深 许松 于克维等真实力的歌手上台 才算是保住了内娱的面子 徐晓峰万万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因为唱功太强被质疑假唱 29日 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如期举行 当晚最令人惊喜的当属于74岁的徐晓峰 再度出山 他一出场便让人激动不已 作为当年的歌坛天后 一开口就唤起了无数人的回忆 就连成龙大哥也画身体 拿着眼睛看得仔细 画面那是一个搞笑 霍气缸更是连一瓶水都不放过 可徐晓峰在现场的表现 却引起了外界的质疑 原因则是当晚许多内娱歌手 吊链子的实在太多 于是他们的粉丝就将问题归咎于音响 徐晓峰一登台 不仅听感完美的 像是CD机放出来的一样 就连话筒也是拿得远远的 这也让网友认为 话筒拿得那么远 怎么可能会是真场 而这些疑问也恰恰证实了 这些网友的无知 注意看 这是徐晓峰的彩排现场 他开桑极拉脉 徐晓峰向来的拿卖姿势都是如此 有时候唱高兴 还会展现一下超人类的拉卖 现场直接震惊了全场的歌迷 而这就是徐晓峰的实力 可如今的那与流量当道的现状 在很多粉丝的观念里 完美的歌声是不可能在现场唱出来的 只因为他们的爱都做不到 所以别人能做到的时候 毫无疑问就是假唱 如果这还不能证明徐晓峰的实力 那其与港线的歌声 在同一个音响 显然是和那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刘德华一首中国人引起全场共鸣 在香港回归26周年之际真情实漏 唱功也依旧带动人心 成龙的万里长城永不倒 唱出了堂堂中国人的磅礴气势 七十岁赵雅之和吕两位合唱《上海滩》 瞬间又回到了当年追剧时的画面 冯澄澄依然美如当年 定律魅力游在 一众老牌港星纷纷用实力 证明了港云美死 一首接着一首的怀旧歌曲燃爆全场 对于很多八千零九十后来说 这不仅是一场视觉盛演 更是一场情怀的相聚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常欢娱乐会陆续更新 有何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希望各位看官老爷订阅多多支持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